在中国播放时,引起一轮收视热潮的电视连续剧《罗骨相》,正在城市电视黄金时段播出,该剧精彩的传奇性,众多的人物关系,特别是紧扣中心的寻宝、夺宝、藏宝、互宝的惊险情节,都一一成为看点,让我们先读为快吧! 清朝光绪末年,慈禧欲将国宝金香玉送给外国公使,然而宋宝前夜,紫禁城内却发生了珍宝窃案,从此金香玉下落沉迷 老回心动 要你们这些废,有什么用? 摘掉吴婷宇,顶带花灵,把他俩押付刑场,砍了! 家产充公,家人押付宁古塔! 当下留人呐! 最沉能够追回索地欧珍宝并捉拿贼人,恳请老佛又给最沉一天时间 电视剧《罗古巷》前后跨越了三代人,四十多年的时空设定,与西式夺宝的模式不同,强调的是人心斗法 展现了新、成、无、三家两代人、三个家族、各色人等围绕宝藏的各种心态 中间善恶和民族气节,国家大意交织在一起,呈现了一幅世俗人心地图 该来的都来了,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你们日本人不是对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感兴趣吗? 这都是文物 你得,你就是在犯罪啊 我犯罪 你们把别人家的东西抢到自己家,你们就不犯罪吗? 我宁愿把自己家的花里长给烧了,也不能落在外人手里 快快快快快快 可要让我嫁给他 他休想 这个家就像被敷了魔咒 谁都没个好,谁都跑不了,太可怕了 《罗骨相》星光璀璨 老中青两岸演员混搭,吸引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 老戏骨王刚和丁志成、刘薇、朱灵等实力派演员都集聚观众缘 电视连续剧《罗骨相》已从4月21日起在城市电视黄金时段播出 敬请留意,切勿错过 我的国宝 我的国宝啊 我的 Kafka 太陽 軾 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